大家好,我是Stan 在韓国即将播放的一个敬演节目 因为阵容非常华丽 而受到了很多网友们的关注 8月30号 在一起TBC电台即将播放的第二次世界 是以K-POP女团RIPPER们的普魁大战为主题 也就是可以打破RIPPER们的歌唱实力 不会很好这种偏见的 非常特别的一个敬演节目 而在8月8号 电台正式公开了出演者名单 曾经出演过Unpretty Real Star的 由宾吉明X文索 因为米娜事件宣布退出演艺圈两年后 重新复出的吉明 出道才三个月 就已经是出演第三次选秀节目的 阵容真的是非常华丽 然后不只是出演者 就连评审阵容也很华丽 几位出演者是一开始准备POP女后 在准备专辑的时候 因公司要求担当RAPPER才开始学习了RAP 几名的回归节目 POP女已经很有名的MUNBIER跟AXIE 新人MUNSUA KIMSONYU 这节目疯了 很期待跟评审的合作舞台 因为有各自担当的部分 所以除了粉丝之外 路人都不知道他们有什么歌唱命令 希望能透过这个节目 展现更多不同的美丽 所以大家最期待 哪位RAPPER的歌唱实力呢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 MUNSTAX五人续约一人结束 男团MUNSTAX成员中 除了蠻念IM之外 五人全员续约了 8月8号 STASH娱乐对外声明 公司已与SHONU,MINEO,KEEHAN HONGONE,GYUHN等续约完成 而成员IM决定结束合约 但是对于MUNSTAX,MOONBEBE的爱情 六位成员都一样 所以IM之后也会一起进行团体活动的 对,IM虽然没有续约 但是之后也会以MUNSTAX成员活动的 而决定不虚约的IM 也为粉丝们上传了手写信 并且也再次声明 会继续进行MUNSTAX的活动 对于不安的粉丝们再次给了信心 真的很谢谢 IM会支持你的选择 我们长久在一起吧 相信IM是思考了很久之后才做的决定 会支持你之后的所有选择 不管是以MUNSTAX还是eIM 都会支持的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在IDOL圈重新流行起来的首饰 在综艺节目几乎我的写中 ANYUJI模仿了200年初 韩国一位网红的服装跟拍照首饰 然后当年的那位网红在IG上传了这张照片 而这位网红甚至也模仿了模仿网红的ANYUJI 结果就开始有非常多的IDOL们也做了这个首饰拍照 在许据入户子 在此 引出户子里面跟哪里就有电了 所以把外置存起来分选有勇危险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